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波 那我們今天教基礎的切入動作 欸切入不就往左或往右有什麼好教的 基本上是沒有錯 但切入也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基本功能 OK那就直接開始了 首先就是右側切入動作 不管你的軸心腳是哪一隻 都必須先移動你的左腳 並在移動左腳時盡量快速下球 為什麼 等一會你就會知道 OK以下是左右軸心腳的示範動作 然後接著我們換一邊 左側切入對稱就是換成先移動右腳 為什麼要這麼的講究呢 兩個原因 第一是這樣的腳步移動 能夠用另外一隻手去做一點護球的動作 防止對手抄球 相對比較容易阻擋抄解 第二個原因才是必須要這樣切入的主因 因為如果切入是同一隻腳 有時候會交代不清產生走路的威力 會嗎 讓我們看一下錯誤的範例 可能就知道我在講什麼了 然後急停跳投其實也是一樣的道理 有些人會說 那為什麼我看還是有人同手同腳做切入 第一因為他的基本功可能不好 第二他們想貪快 因為如果同手同腳在不走步的前提下 有時候可以快半步 那回到幹齊停跳投 可以與切入的試探步做結合 而試探步就是考驗切入基本功的時候 我們看幾個範例吧 我看的 還有一秒鐘 你不小心 我看一眼 好 有時 有時 我們會被刪掉 你不小心 你不小心 就趕快 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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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